李延杰花23年想要证明 当初他抛弃黄秋燕选择荔枝的决定没有错 李延杰女儿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照片 他们一同为荔枝庆祝60岁的生日 不过有意思的是 只有李延杰与两个女儿的合影 荔枝并没有出现在聚会的照片中 两个女儿为他庆生 晒出的也是荔枝年轻时候的旧照 不知道荔枝是想要低调一点 还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60岁了 不再是当年的人间有物 所以不敢露面 即使粉丝千呼万唤的 李延杰依旧是没能够晒出自己的照片 去年李延杰就曾晒过李延杰的素颜照 很多人都说李延杰还是抵不过岁月 估计是这样 所以李延杰干脆不露脸了吧 其实每个人都会老 没必要要求别人一直青春 向李延杰的前妻黄秋虽然已经老了 但是可以坦然的出现在公众面前 有的观众觉得李延杰这样的人不亢了 现在肯定老得没法露脸了 黄秋燕皮肤紧致 老了也自然好看 当年李延杰和黄秋燕结婚之后 也身有两个女儿 但李延杰在1989年拍摄《龙在天涯时》 遇到了李延杰 二人坠入爱河 李延杰选择结束与黄秋燕的婚姻 与李延杰走到一起 曾经很多人都不看好李延杰 说他是父亲汉 李延杰和李延杰的这段感情 也并不被人看好 甚至还受到了很多吐槽 曾经在某档节目中 李延杰形容自己可以为了李延杰不要名利 甚至可以为他死 他认为李延杰就是自己的真爱 李延杰和李延杰结婚之后 更是自己把自己20亿的资产 全部转到了李延杰的名下 他们的家庭好像每时每刻 都表现得十分温馨甜蜜 像如今一家聚集在一起 为李延杰庆生一样 李延杰对待这两个女儿 更是好的没话说 李延杰的一起动态 就是在告诉所有人 李延杰是他的真爱 当年的选择没有做错 虽然李延杰和前妻黄秋燕 同样是了两个女儿 但从李延杰这么多年的表现中 也可以看出 他似乎更在乎李延杰为他生的孩子 传闻李延杰和前妻黄秋燕的 大女儿现在未婚 对婚姻很抵触 因为父母李一让他对爱情不再相信 有的观众觉得李延杰太狠心了 对前妻的女儿太冷漠了 有的观众觉得李延杰追求爱情 并没有做错 他这样做也是为了让李延杰更有安全感 关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是李延杰当初会选择 李延杰还是黄秋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